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收看话语之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在《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凡记的条例乃是这样 凡记要放在坛的柴上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 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把坛上所烧的繁记灰收起来 倒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 穿上别的衣服 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 坛上的火要在旗上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 并且要把繁记摆在坛上 在旗上烧平安寄生的纸油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 不可熄灭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 神吩咐摩西 要摩西告诉亚伦 他们要如何的在祭坛上面 来供职来侍奉 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都是祭司 因为在彼得前书那里说到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所以我们每个人 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 是否有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但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 侍奉就是祭坛的侍奉 我们都是被神所呼召 成为祭司的人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明白 要如何的能够献祭 在神的面前 古代的祭司 借着献祭 能够把祭物焚烧在祭坛上 让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 这个祭司在现在的意义 对我们而言就是 我们要每天的祷告 在神的面前 特别在这个祭坛上面 所献的是凡祭 凡祭指的就是 我们全人的摆上 我们全然的献上 在主的面前 罗马书12章那里 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如此侍奉 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罗马书 在那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的意思 就是指着 我们全人都要献上 在神的面前 这也就是在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在第九节 这里说到 你要吩咐 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凡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凡祭要放在 坛的柴上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所以凡祭是要放在 这个祭坛的柴上 这个放的动作 其实它就是在 表明了我们的一个尾声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祷告祭坛 要再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被建造起来 我们要委身在 我们个人的这个祷告的祭坛 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我们必须要每天 都要为自己来祷告 在我每天早晨起来之前 我还没有做任何的动作的 开始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坐在床边 我就开口祷告 我说主啊 我将我今天交在祢的手中 我将我的全人献给你 求你来看顾 求你来悦纳 这就是一个献祭的祷告 这就是一个把自己 全人交在神的手中的一个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 经文告诉我们说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这个意思就是指着 我们整天都要让我们的坛上的火 我们这个祷告的火一直燃烧着 当然弟兄姐妹 也许你会问说 难道我们要不断的来祷告吗 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乃是说 我们要不断的有这个祷告的火 心智负担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一天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常常的有这样的一个 祷告的热情 祷告的火在我们的心中燃烧着 从晚上到天亮 这又在预表的是 好像我们这个世代 就是一个晚上的一个环境 一个时刻 因为这个世代充满了黑暗 现在是一个充满了很多灾难 危难黑暗的一个世代 而天亮就好像预表了 主耶稣的再来 所以这更加的让我们看见 我们不单是我们一天当中 让这个祷告的火 常常燃烧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更是要让这个火 天天的燃烧在我们的心中 直到主耶稣的再来 因为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世界 的一切的挑战 就如同那聪明的童女 她预备了油 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 她的火 她的灯仍然是可以点燃的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预备自己 让这个祷告的火 常常的在我们心中点燃着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十节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 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把坛上所烧的梵祭灰收起来 倒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 穿上别的衣服 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 我们看见祭司 他在供职的时候 他要穿这细麻布的衣服 这就是祭司的服装 细麻布他预表的就是 我们的义 我们的义 而我们的义 是因着我们披上耶稣基督 使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每次要来到祭坛服事神 我们每次要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要穿上耶稣所成就的义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已经洁净了我们 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 主的施恩座前 我们向祂来献祭 而当我们献完祭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燃烧之后的灰 要把它拿到迎外洁净之处 这个灰就是预表着 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的一切的重担 软弱 甚至在祷告中所得的释放 这一切的担子 这一切的压制 我们都不要再留在 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要把它拿出去 不让这些软弱 不让这些压制 不让这些重担 再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 当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个 祭坛侍奉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来持守 在这个祭坛的侍奉上面 让我们能够天天的 尾身在这个祭坛的里面 透过祭坛我们重新恢复 通过祭坛 我们重新得着一个更新 使我们所有的重担 压制甚至是疾病 都要完全的出去 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敬拜你 我们赞陪你 谢谢你拣选了我们 呼召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那君尊的祭司 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 祈求来到你的面前 将我们一切的重担 将我们一切的忧虑 甚至是一些的捆绑 压制 通过祷告都要完全得到恢复 得到释放 恢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坚守的心志 尾身在这个祭坛的上面 特别是我们个人的祷告 主啊我们常常会为许多的人来祷告 为教会来祷告 但是主 你要我们更是要为自己来祷告 也就是我们天天把自己摆放在 这个法恩祭的祭坛上面 主愿意加添我们力量 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分别出时间来 为自己来祷告 将自己献上 以至于我们能够 因着每天这样的一个持守 我们看见祷告所带来的改变 所带来的一个突破 所带来的一个更新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